美国建国100年庆祝活动 美国西南地区筹备委员会所主办的 梅花满天下植树活动 将会在3月10号的加州圣玛丽诺市行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植树的活动 让美国华裔的后代能够牢记梅花的精神 长保一颗爱国的心 精美的任养梅花证书除了有100字样刺绣外 整份证书都是用环保再生职所制作 梅花满天下植树活动 是由建国百年美国西南地区筹备委员会 所发起的庆祝系列活动之一 100颗三寸高的梅花树苗供民众认养 透过实际的环保活动响应建国百年庆典 四年之末 八年 四年 但是我们差不多八年了 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们中国民族也是一个爱好民族 母族会后卫小卫人权父母的人权 大家都热爱我们的国花 所以很多人都踊跃地来领养 领养回去以后我们也发一个证书给他 那就是这一次的植树他也有参与 这场在洛桥中心举办的记者会 包括多位政府官员代表以及社区领袖都到场参加 驻入山基办事处处长龚忠诚表示 至今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植树节 身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能有这样纪念建国百年的活动意义非凡 把这个绿化环保 然后加上要庆祝这个国库 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这个第一个亚洲 民主共和国100岁的这个 的这个庆祝的这个活动吧 结合起来 梅花满天下植树活动将于3月10号 在加州的圣马利诺市举行 希望未来当华人仰望天空 都能想起梅花的精神 将中华民国的骄傲勇士流传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